所以說來到高雄要去地點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這個地點跟那個地點不一樣 最近發生一件這個社會案件 那麼引起社會矚目 為什麼本來是說在酒店裡面 好像這個砸場子 這個砸破的這個酒店相關 這個球棒砸破 這個酒店的玻璃這樣等等 那麼可能就是酒客不滿服務生 對不對 服務的態度幹嘛的 然後就發生一個酒後的一個鬥翁 後來發現不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這個事態擴大了 為什麼 如果只是酒店 那麼因為不爽喝喝酒不爽 所以呢 那就砸破了玻璃 那就到此為止 就沒想到後來還引 除了來這個等於說 這個相關的地點引爆大龍炮 然後讓大龍炮的 啵啵啵啵啵啵 其實就有點那種警告的意味嘛 雖然沒有開場 但是用大龍炮之外 他們又去一家茶行啊 砸了這個茶行外面的這個車子 你知道嗎 那砸了這個茶行外面的車子 有什麼問題呢 各位 原來這家茶行是不得了的一個地方啊 為什麼呢 可能跟一筆這個所謂的賭金啊 是不是九百多萬的賭金糾紛有關係啊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納悶為什麼呢 因為兄弟是台中來高雄臨自衛 可是卻在高雄惹 那這個茶行的這個黃董啊 在高雄的角頭兄弟的 一定賭賭有名 為什麼呢 因為他黑白兩道正三關係非常好 而且各位還記不記得 連千億也就是說 很主席那個直播主有沒有 很主席那個直播主 然後後來搞的高雄啊 那個打來打去這樣子 最後也被抓進去 最近才交保還判刑等等 那個連千億之亂的那個過程當中 聽說啊 那媒體也報導說 當時啊 當時在案發的時候 雙方也在這一個 在一個角頭大哥的中協調下 在這個茶行說好 最近這些年以來啊 在高雄大家唱歌 那他們就說 媒體就說啊 其實啊分成兩派 一派是茶行派 一派是電玩派 電玩派就是有很多電玩具連鎖 聽說已經多達了 快要一二十家以上了 那麼茶行派 就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黃董的茶行派 那等一下這個賓哥 他們可以這個補充就是說 在外省卦叫做堂口 外省卦叫做堂口就對了 那麼在本省卦叫做 事務所 那通常都會用一個據點 他需要一個據點 可能是一家泡沫紅茶店 可能是一家茶行 可能是一家什麼店 那麼作為等於說 大家聚集的一個地方就對了 可以在這裡說事情 可以在這裡聚會等等 那麼事實上呢 在此之前為什麼 因為剛好今天發生這個事情啊 大家都懷疑會不會跟這個地盤有什麼關係啊 跟賭場還是什麼東西有關係啊 等等啊 因為就在兩年前 其實隸屬於其中一派的人啊 那麼英文也是不會送 結果帶槍去酒店巡仇 就意外被人家制服了以後 壓到山上去凝虐 當時也是因為捲入了茶行派 跟這個店外派 兩分屬不同派系 跟那件事摸到差不多不成功 你知道嗎 那件事情因為啊 那件事情在台灣的社會新聞上面呢 鬧得非常的大 後來呢 好像雙方有想辦法把它協調啊 把它壓制下來 但是那麼兩年前就種下了 這樣的一個衝突的一個根源啊 那現在這件事情 會不會使兩年前 那所發生的事情 又因為這樣事態擴大 不知道 但是警方現在最擔心的事情就是 會不會再度演變成高雄 甚至於台中就變成了 淵淵相報何時了 所以現在警方就要想辦法 把這個企業給全部壓制下去 並且請雙方的老大 能夠坐下來談 不要讓事態擴大